职场新视野 改变新观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乔美伦老师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职场新视野 我相信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全球都度过了一个 非常温度非常高的一个暑假 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台风 无论是暴雨在世界各地四年 因此我们更深地感受到 整个生态的一个变迁 气候的一个变迁 造成其实人类自己生活处境的一个 非常难以捉摸的一个生存的条件 因此我相信 无论是我们基督徒 或者是很多的专家 或者是一般的百姓 其实都开始对我们的生态 有更深的认识和关怀 今天我们只要一起思想的一个主题是 富裕心 生态情 事实上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圣经是很看重生态的 如果我们翻到创世纪前面几章的时候 亚当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亚当可以说是第一个生态家 上帝让他看守这个伊甸园子 他说这个园子里面有各种的树木 那我相信亚当在看守这些园子 看守修理这些树木的时候 他一定对这些自然界的生态 有非常高的兴趣 各种不同的种类 他的生长期 他的生存环境的需求 具各不同 那上帝也让亚当做一件事情 就是为所有的动物来命名 那这个命名的里面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命名的时候 往往就是赋予一些意义 在我们命名的对象身上 所以我们会看见 亚当为这些动物命名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从某一个程度来讲 他也开始来观察这些动物 开始来了解这些动物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 亚当其实是第一个生态学家 那在亚当之后呢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人物 他也是大量的时间 跟生物生活在一起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其实就是挪亚 到了创世纪第七章的时候 上帝要挪亚造方舟 不但造方舟 而且要将这些畜类 他说捷径的是七公七母 不捷径的一公一母 要把各种的走兽呢 都带进到方舟里面去 为了要保存他们的种类 当我们看见挪亚 差不多有一整年 还要多一点的时间 跟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想想看 他要做的一些事 是什么样的事情 他要照管这些动物 他要为他们配饲料 他们可能有疾病的时候 挪亚可能要去处理他们 这些动物生病的一个情况 甚至有要小牛小羊 要接生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也看见挪亚 他一整年 很多人说他是动物园园长 他一整年的时间 跟这些动物相处在一起 他也可以说某种程度 他是一个所谓的生态学家 不仅仅是动物 还有昆虫 飞鸟等等 所以我相信挪亚 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来观察 甚至可以来研究 他周围的这些生物的 一种生活的一个方式 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 上帝也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跟你们的土地 有一个自然相处的方式 这个自然相处的方式 在立维基二十五章 就很清楚地说到 六年要耕种田地 修理葡萄园 收藏地理的出产 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 我们知道在圣经中间 安息日 安息年 一直到喜年 这三个节旗加在一起 其实它就代表了一个 人要好好的 跟自己所生存的这片土地 相处的一个关系 从里面它表达了 非常多的意义 比方说生长是有节奏的 比方说土地是需要富裕的 比方说什么样的土地 应该种植什么样子的作物等等 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 他们从某种角度来讲 他们有畜牧 他们也有农业 而在畜牧跟农业的中间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是学会了 怎么样跟环境 跟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 有一个和谐共享的一个关系 坦白讲从这一连串的 你说亚当也好 挪亚也好 以色列进了迦南也好 我们看见上帝的确有一个 自然的法则 在人跟环境的关系中间 包括跟土地 包括跟植物 包括跟动物 其实都需要有一个 上帝所喜悦的 所已经设计在里面的一个 生存的 共融的一个法则 在这个中间 事实上在历史中间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 中国很早也有所谓的生态观 很早古人就说 不要节则而渝 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个说法 所谓节则而渝就是 把这个溪流里面的渝呢 大大小小全部一网打尽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捕鱼的工法 也是垫鱼啦 或者是用刺网啦 使得很多的这个鱼种呢 就不再能够在溪流里面生存 我们知道在国外会要求说 你捕到的鱼 如果是一定尺寸之下的话 你必须把它丢回去 让它还可以自然的再生长 所以呢我们会看见 其实中国古人 他已经能够明白 大自然不能够渝取渝求 如果大自然渝取渝求的时候呢 到最后呢 大自然的一个灭绝 其实也就是人类的一个灭绝 在明朝的时候 一个人叫刘基啊 他说呢 这个如果夺取天地之物呢 来自用 他说这个叫做天地之道 好像是一种盗窃 好像是一种抢夺 他说可是呢 人在使用自然的时候 要能够知道如何善道 意思就是说 你要善于利用自然资源 而不至于造成自然资源的一个浩劫 在西方的历史中间 在1866年的时候 德国的生物学家恩斯特 他开始提出生态学的观念 他认为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体和它周围环境 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之间相互的一个科学 也就是说 很早人们就认为 这些生物或者是分生物 它其实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息息相关 没有任何一个植物 它是独立存在的 没有任何一个动物 它是独立存在的 到了1935年的时候 英国有一位学者 Tensley 他就提出生态系的这个观念 什么叫做生态系呢 生态系就是自然界在一定的范围区域之内 生活的一群互相依存的生物 包括了动物植物 微生物 当地的自然环境 一起组成了一个生态系 所以呢 可能一个地区 可能一个流域 它就会形成一个生态系 而这个生态系需要保持一个平衡 使得在这个环境中间 所有的动物植物土壤 都能够有一个共同生存的一个空间 所以他认为生态系里面的非生物因子 甚至包括空气 水和土壤 和其中的生物之间都有交互的作用 水流 水是不是干净 土壤是不是 一个适合这些作物的生长 甚至空气也会造成 整个自然界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呢 渐渐提出来这个生态系的一个观念 那对基督教怎么看这个生态呢 除了圣经我们刚才看到 其实圣经里面非常看重 生态环境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循环 或者是一个互动 或者是一个共融 在古代这个所谓的教会的教父 奥古斯丁的时代 他就认为自然是一本述说上帝奥秘的书 他自然正在描绘上帝 正在启示上帝的荣耀 很多时候我们称他这个叫自然启示 保罗也说我们看见万物 受造万物就知道明明可知 有一位创造主 到了1182年到1226年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圣法兰西斯 我们知道圣法兰西斯是一个 非常清静大自然的一个修士 他说人要看出万物受造的意义 以温柔的态度注视万物 在很多的这个文学的里面 甚至讲到圣法兰西斯 称这个鸟为小兄弟小姐妹 他是一个非常友善大自然的一个 可以说是灵修大师 到了1260年的时候 有一位叫做艾克哈特的时候 他就说人跟上帝的关系越接近 就与万物的关系越接近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感受到 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 渐渐的我们会发现 基督教的思想开始走向 这个人类是高于自然界万物 而是要来管理万物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事实上也没有错 因为我们知道亚当 他从上帝领受的一个责任 就是治理大地 所以也有一些学者说 人是优于大地的 对大地是有责任的 人与自然界有一个共同的命运 受造不是只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人要积极地委身于大地的事物 甚至要用科学的方式来观察 来研究万物的奥秘 所以我们会发现 从灵修的角度来跟大地相处 一直到有一个管理的一个观点 甚至到后来有一个 所谓用科学的方式来观察 来研究万物的一个观点 就出现在整个基督教的 这个文化的里面 事实上基督教在近世代 环保这个议题上 也非常多的看法 包括在1972年的时候 天主教的教宗保禄六世说 所有的科技方法 对环境保护都属无效 除非人类彻底改变心态 此种心态包括管理 或限制物质需求的成长 要找出适度使用 世界资源的合理方式 也就是说越到近代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大自然耗损的程度 往往是跟人类的过度开发的野心 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思想 事实上在西方很多的 生态保育的机构后面 有非常多的基督徒 以及甚至是教会的立场 在这个中间 我们面对今天生态渐渐被人类破坏的一个情况 当我们再次翻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 让我们看见的确越到末后的世代 生态的这个破坏是越严重的 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七号 第一号吹响的时候 地的三分之一被毁坏 这些年来我们陆续看到南亚的海啸 我们看见汶川的大地震 我们知道有太平洋火环带 整个太平洋环太平洋都是地震带 我们看到三一一的日本的大震 我们看见有书籍告诉我们说 如果海平面上升的话 会有一百个地方 包括了像伦敦 包括了像曼谷等等这些大城市 往往都在海岸边 都可能因为这个海平面上升而消失 我们也看见地球渐渐沙漠化 地渐渐被毁坏 第二号吹的时候 海的三分之一被毁坏 我们看见珊瑚礁渐渐的白化 我们看见整个太平洋 有两个非常大的垃圾裙带 为什么人们会发现呢 因为飞鸟都死了 那飞鸟这个解剖开来的时候 看见它的胃里面呢 都是塑胶的这个东西 有一些影片会介绍这个东西 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就知道人类制造的垃圾 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也现在也看到很多的报道 讲到塑胶类会变成这个细塑胶的围粒 它就会流到海里面去 可能被鱼吃掉 然后呢 这些塑胶围粒是眼睛看不见的 可是呢 最后它可能又回到人体里面来 第三号吹响的时候 江河的三分之一被毁坏 我们看见很多的水源被破坏 很多的河流被污染 那工业的排放造成了很多的河流呢 或者是农药的排放 造成了河流好像万劫不复 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的一个情况 到了第四号吹响的时候 天的三分之一被毁坏 当我们看见这个雾霾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PM2.5的问题 已经飘送到我们的家门口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天常常是乌烟瘴气的 我们以前去很多地方 看到这个天是非常明亮的 可是现在去的时候 真的是一整天都是黑漆漆的 这个是让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 空气的污染造成了 整个好像是天被毁坏一样 甚至外太空也有所谓的太空垃圾 好像是一个环状一样 包覆着整个地球 那是因为我们放射了太多的卫星 然后卫星到了年岁的时候 它就可能崩解 那些碎片就又有地心引力 所以它也不会飞掉 它就是环着整个地球的一个 所谓太空的垃圾带是出现的 当我们来看见用我们现代的 这个新闻的报道 这些资讯的报道 再加上圣经的佐证的时候 我们就很深地感受到 有一天上帝一定会跟我们结账 那个结账是什么呢 那个结账就是我们究竟怎么样 跟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地球 来相处呢 曾经有过一个漫画 那个漫画就是上帝问亚当说 亚当 亚当 我赐给你的地球呢 那亚当做什么呢 亚当坐在火堆的前面 他拿了一个树枝 把地球串在那个树枝上 然后他就很仓皇地跟上帝说 我把地球烤了吃了 这个漫画其实非常贴切地讲到 上帝赐我们地球 其实是让我们经营管理 我们也会从大地得着 供养滋润 可是当我们真的是 节责而渝的时候 我们因为野心 我们因为贪婪 我们大量地剥夺这个土地的时候 就好像亚当 他没有办法像上帝交账一样 他说我只是为了我的度负 为了我的贪欲 我把地球好像烤鸟烤鸡一样 把它烤了吃了 求神帮助我们 特别我们属神的人 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 虽然地球会越来 在启示录里面会看见 那个环境会越来越加剧地被破坏 可是我们仍然是大地的管家 今天我们这个主题 我们有两个题目给大家 一起来思想 第一个 我如何用上帝的眼光 看待这个受造世界 这个受造世界 不是只是我们用来挖掘 用来耕种 用来把它吃掉 把它耗损掉的 它乃是上帝的一个宝贝的创造 我们要怎么样来珍爱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大地呢 第二 我如何用自己的专业 友善我们的环境与生态 我们知道今天环境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过度的开发 过度的制造 过度的丢弃 就造成了今天整个环境的一个破坏 这个环节中间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 都是息息相关的 你的工作一定会在这个环节中间的 其中的一个环节 今天也许我们不是生态学家 我们不是环保人士 可是我的工作在整个这个生态中间 它究竟产生了一个正面的效应 还是负面的效应呢 这个就是非常值得我们职场的弟兄姐妹 一起来思想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首先要回转在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为人类 主啊 针对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自然 主啊 没有用你的眼光 用一个真爱 用一个温柔 用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来共处 主啊 我们把大地当作是利用的工具 主啊 我们把大地的出产 主啊 主啊 用来 主啊 过度的使用 主啊 来满足我们多余的欲望 主啊 我们求你赦免我们 我们也求你在这末后的世代 指教我们 主啊 如何回到主啊 你自己对大自然的设定的一个法则的里面 主啊 让我们重新成为大地的好管家 主啊 让我们主啊 有一个属你的眼光 借着我们各行各业 主啊 重新思考 主啊 重新规范 主啊 以至于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土地 与我们的生态 主啊 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谢谢主 求你来帮助我们 孩子们赶恩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